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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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這堂課很有趣 就是我們三個學校安排了 有十二位吧 十二位老師 很多是大師 或者是教授 來跟大家介紹 全球 認識全球 我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在棒球賽裡面叫 Closer 昨天賴院長說 他是中繼投手 其實中繼投手在棒球賽裡面 他可能不太看棒球 中繼投手 就是牛棚裡面的 就是先發投手 如果表現不好的時候 或者先發投手投超過一百球的時候 中繼投手就上去了 很多的中繼投手 只投半局 一局而已 他其實用這個比喻比喻 他自己不太合適 那Closer呢 一般都是要非常穩健的 就是當這個球賽 確定會贏了 最後幾個球呢 不要出狀況 就找一個最資深的 最穩定的人上來投球 然後把這個比賽結束 而且一般在NBA 不是NBA 在這個大聯盟 MLB裡面 他基本上這個Closer的 薪水都是很高的 這個待遇不錯 那我今天非常榮幸 能夠為這個 認識全球這門課 除了我們下禮拜 還有討論之外 那麼最後一個章節 來跟大家介紹 從這個經濟的構面 我們來看全世界 這個全球的一些版圖啊 那麼在未來 會不會有一些 什麼樣的改變 我們在台灣呢 這幾年其實 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只注意自己 我們打開電視 網路 大部分看到的都是 台灣的事情 我們對於全球啊 其實關注的還是太少 我想這個大家都能夠同意 那為什麼我們的電視 沒有辦法播全球的新聞呢 其實這個跟經濟 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的人口只有 2300萬 看電視的人口也越來越少 可是我們的電視台 相似的太多 比如說我們的新聞電視台 有有限無限加起來 有15、6個 所以每一個電視台 能夠分到的廣告費 不多 不多以後呢 他們的製作成本就低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買 CNN啊 BBC啦 NHK啦 這些 這個影片 所以在台灣有很多的問題啊 其實是出現在經濟結構上面的問題 大學也是一個例子 就是供給過剩 需求沒有減少 所以變成說 他分配資源啊 就分配的比較少 密度就降低 銀行太多 有限電視頻道太多 這個都是造成品質下降 一個重要的原因 可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國家 它是主要的優勢就是市場 我有兩個在交大的學生 他們畢業之後 同時 同班同學兩個都是女生 一個在澳美公關台北 應徵上一個這個 創意助理的角色工作 另外一個應徵上北京澳美的創意助理 他們做的工作幾乎都差不多 就是協助創意總監打雜 做很多的事情 拍廣告啊 或者是做各種腳本的設計 但是他們get paid 有significant difference 北京的是台北的三倍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他們做一樣的工作 但是他們服務的人數不一樣 我同樣是做一支廣告出來 在台灣可能有五十萬人看到 或者五百萬人看到 五十萬人受到影響 在大陸是五億人看到 五百萬人看到 受到影響 所以廣告的贊助商 提供給電視台的錢就不一樣 電視台給澳美公關的錢也不一樣 所以做一樣的事情 get pay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從市場學說裡面 我們要去了解供給跟需求之間的關係 台灣當然有人才 台灣有相當強的研發競爭力 但是如果台灣沒有辦法找到好的市場 我們就繼續低薪 就是這麼簡單 這樣聽得懂嗎 就用剛剛一個最淺顯的案例啊 做一樣的工作 得到的爆炒 會有顯著的不同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要來上 認識全球 而且可以從經濟的構面來了解 其實從經濟的角度來講 國家這個角色 在全球化的過程裡面 它的boundary就是它的界線 越來越不明顯 越來越不會再出現boundary這種東西 各位知道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經濟 綜合體是歐盟 歐盟基本上 英國退出以後 它還有24個會員國 這二十幾個會員國 尤其是最初的十幾個會員國 他們彼此之間是沒有任何限制的 我是一個德國人 我隨時可以到瑞典 到匈牙利去工作 我不需要得到任何允許 我不需要經過任何檢查 我不需要有什麼護照 我通通都不需要 我可以自由移動 自由工作 自由求學 我得到的待遇完全一樣 沒有邊界這種東西 在經濟上面來講 已經不再出現這個東西了 東南亞國協很快的 也會走向類似的這種經濟同盟 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麼全世界還有很多地方 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對這些東西的了解真的很少 在全亞洲沒有參加正式的經濟同盟的區域性同盟的國家 全亞洲只有兩個 一個是台灣一個是北韓 連緬甸尼泊爾 緬甸他還參加了東協十國 尼泊爾他跟印度巴基斯坦他們還有聯盟 跟中國還有簽一些協定 所以我們已經淪落到這樣的一個層次 尤其應該放開心胸 了解一下全球到底在發生什麼 明代有一個大文豪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哲學家 也是個文學家 也是個政治家 就是王陽明 王守仁王陽明 他曾經做過一個很簡單的一首詩 這首詩其實境界很高 就是說如果我們從我們現在的位置去看山跟看月亮 我們會覺得山比較大 月亮比較小 對不對 這是因為距離的關係 可是如果有人的眼睛 可以提高到宇宙的角色來看的時候 月球比山大不知道多少倍 我們今天在台灣 幾乎所有的人都在犯這個錯 就是把台灣看成山 把世界看成月球 認為月球不重要 山比月球大很多 這個是世界大學的排名 這個英國的QS剛剛出來的2018年版 這個我們報紙上有報道 我們報紙上的報道 記者的觀點是注意到了 馬來亞大學超過了台灣大學 這是一個閱讀 這是一個閱讀 Still是一個台灣centric 台灣中心或台大中心的思想 在這個statement這個comment的背後 代表了什麼意義呢 代表的是我們瞧不起馬來西亞 我們瞧不起菲律賓 我們瞧不起東南亞的國家 對不對 我們長久以來都是這樣子 可是這張圖各位看一看 還有看到什麼 第一個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就是香港的大學 香港本來學校很差的 林百里兩次在那個時代 香港的僑生都是到台大來念書的 念書都是因為靠保障名額分數很低 從台大畢業的 那時候香港的大學辦的是不好的 現在人家香港的大學 都已經排名排在很前面了 這個我們是已經知道的事情 新加坡同樣的事情 這個就不是我要講 各位注意到了沒有 各位看到了什麼 看到的是台灣 在亞洲五十名裡面進去了五個學校 中國進去了九個學校 韓國進去了九個學校 日本進去了九個學校 連馬來西亞都進去了五個學校 所以我們現在是跟馬來西亞同一級 更不要說新加坡跟這個香港 雖然學校不多 但都是名列前茅 很有趣的是我知道在座有台科大的學生 台科大輸給韓國梨花女子大學 我去過那學校 學校很漂亮 不 學生很漂亮 這個 更覺得令人吃驚的 我的發現是 你注意到了嗎 超過台大的韓國大學有幾所 五所還是六所 韓國跟我們差不多大的一個經濟體 大概是我們百分之五十 因為他的人口應該說一倍 他的人口是四千萬 他的GDP是我們的一倍 他也是沒有資源 對不對 那麼他一樣受北韓的威脅 他也是在全球當中 是一個比較弱勢的國家 現在他的大學 已經有五所排名在台大前面 尤其是KIST 就是韓國科學技術院 他在去年是第五名 前年是第六名 那麼今年到第四名 有可能在未來會跑到第一名去 這個學校 他最主要的是 他是一個類似像工研院 或者是中央研究院 他是以研究為主 然後招生博士班學生 碩士班學生 最後才招收了大學部學生 他有五萬人 他的師生比老師比學生多 他是一個真正的研究型大學 這個學校已經超過了北京清華大學 他去年還輸給北京清華大學 北京清華大學 不見得老師很好 但是肯定學生很好 這個大家都知道 因為他有13億人口 那麼by population by distribution 我們很容易找到 你在北京清華大學門口 隨便抓一個學生 去測智商都150以上 這很自然 對不對 每一個都是省狀元 那就不用說了 最低的水準 也可以考上台大醫學系 這個學校優秀不稀奇 那是因為他國家大 他集中精英的關係 可是你知道北京清華大學 精英之中還有精英 北京清華大學是各省的狀元 一年考進去以後 一年招收兩千到三千名學生 還從理工科裡面 再抓出六十個學生 成一個精英班 然後由諾貝爾獎得主 就是由這個 我們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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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院士叫什麼 那個 楊振林 去邀請世界級的諾貝爾獎得主 來專門教這些 教就是尖子當中的尖子 因為他們準備要讓中國 在未來三十年 得很多的諾貝爾物理化學獎 Well 他的優勢是什麼 就是人口 就是市場 就是population 那我們的優勢又是什麼 我們要想一想 這個等一下我來跟大家再做一些說明 好 我們如果要看世界 我們要了解幾個基本的問題 這幾個基本的問題 很難在台灣的媒體上面被注意到 第一個 基本的問題 是人口的問題 所有的趨勢研究 世界趨勢研究 都會從 人口的這個因素啊 去了解 什麼叫做人口 人口不是多少的問題 不是男女比例的問題 也不是只有年 那個高齡化少子化的問題 他還包 還包括了 他的這個分配的問題 什麼地方的人口在增加 什麼地方的人口在減少 穆斯林在增加 天主教徒在增加 那麼佛教徒 基督教徒在減少 然後這個 哪一些國家的勞動力人口在增加 哪一些國家的人在老齡化 城市的人口在增加 鄉村的人口在減少 這些有關分配的問題 跟我們後面會講到的氣候是一樣的 水是人類21世紀裡面 可能會碰到的最大的稀缺的資源 但是平均的水不稀缺 可是它的分配會不均 也就是說 有些地方水多到氾濫成災 有些地方可到死 這是因為氣候的原因 全球的人口也是這樣子 窮的國家人口一直在增加 所謂比較先進的國家 人口一直在老化 那這會出現什麼樣的現象 這些大家要去思考 城市的人口在增加 全球有50%以上的人口 在城市裡面 城市的人口在二戰結束的時候 全球只有25%左右的人口在城市裡面 那為什麼大家都往城市裡面走 因為求學 因為就業 所以進入到城市的人 多半是年輕人進入到城市去 可能也是企圖心比較高 知識水平相對比較高的 然後他們需要養育下一代 所以他們會碰到一些問題 比如說他就業雖然容易 但是他的收入不足 因為房價比較貴 這個問題不是台灣如此 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像這些都跟人口結構 有很大的關係 台灣有很多人口結構上的問題 我們認為說台灣是高齡少子 對不對 怎麼解台灣的高齡少子 你們有沒有想過呢 台灣為什麼高齡 大家都認為第一個是因為 戰後嬰兒潮嘛對不對 Baby Boomer 1945年之後出生 像張傅夏蘭跟我 我們在那個年代出生了 現在就到60了 準備要到65了 然後慢慢越來越老 所以這些的人口 偏偏因為我們的健保制度很健全 我們老而不死 所以老年人口不斷的增加 這是一個事實 可是為什麼年輕人在減少 很多人說因為養不起啊 那為什麼養不起啊 那這個問題就很複雜了 另外小孩子讓他出生多一點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我們現在獎勵很多家庭多出生 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 我曾經想過兩個方法 這兩個方法不見得都合適 我只是告訴大家 大家去想一想創新的方法 我們的國民健康署 曾經做過多年的調查 就是對於婦女墮胎的問題 做過調查 發現就是unexpected 就是沒有希望懷孕 但是懷孕了 就是不期待懷孕 但是懷孕了 那麼這樣子的婦女 會不會去墮胎 很簡單 就是分成她是已婚還是未婚 如果是一個已婚的家庭 即便她已經有兩個小孩 有三個小孩了 她其實根本再也養不起下一個小孩了 多半還是會生出來 因為一種親情 80%到90%會生 只有10%到15%會剁掉 但是未婚的女性 90%會剁掉 我們每年剁胎剁掉的人數 是我們每年出生嬰兒的兩倍 怎麼樣 這個有很多原因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去分析 有一個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有兩個重要原因 一個是父母太年輕 比如像各位這個年齡 不小心懷孕了 懷孕了以後 你沒有能力 你還沒有準備要跟你的對象結婚 所以女性沒有辦法接受 在一個未婚的情況底下 把自己的子女生出來 她的家長不能接受 她的鄰居不能接受 她的朋友不能接受 這個社會對她歧視 我們現在講歧視同婚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想到 我們歧視是歧視未婚媽媽 對不對 有人敢舉手說 你不歧視未婚媽媽嗎 或者這個社會沒有歧視未婚媽媽嗎 為什麼沒有人站出來說 應該鼓勵未婚媽媽 誰說母親不能夠自己養育子女 我們現在有很多單親媽媽對不對 我們歧視她嗎 我們不歧視 那為什麼未婚的女性 不能夠經過人工受孕 或者是在一個 某一個偶然的情況底下 她懷孕了 對方不見得知道 或者對方知道 可是母親 希望自己單獨養育子女 而如果這個母親 她已經有足夠的經濟基礎 足夠的教育水平 她不見得會給小孩 比較不好的教育 如果這個前提被打破 那請問那些未婚媽媽出來的小孩 都是有問題的小孩嗎 數字上證明不是這樣子 我們有相當高比例的未婚媽媽 不是 就是單親媽媽 單親媽媽所培養出來的小孩 其實素質並沒有比較差 各位了解嗎 人格也不見得就會有扭曲啊 那為什麼未婚媽媽不行呢 在歐洲 在荷蘭 他們是非常 他們用法律是非常支持 男女可以同居 可以隨時分手 但是可以生孩子 可以生育小孩 那麼未婚所生育的小孩 在法律上在社會上 受到跟已婚所生育的小孩 完全一樣的對待 對不對 這個問題如果可以解決 台灣至少一年 可以多生十萬個小孩 第二個 是移民 很多國家是靠移民 美國到今天 人口不斷的在成長 美國是四年前 才突破三億人口 它不斷的在增加 美國的人口沒有在減少 美國的平均年齡也在下降 並沒有在往上提喔 雖然美國也有很多老人 但是它移民進來的有很多是年輕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靠移民 我再舉一個例子給各位聽 新加坡 新加坡在二十多年前 他是第一個 李光耀先生執政的時候 他是第一個感受到 他們會受中國經濟崛起 邊緣化最嚴重的國家 不是台灣 是新加坡 為什麼呢 因為新加坡本地很小 市場只有三百多萬人口 那時候啊三百五十萬人口 然後他自己呢 主要是靠做區域貿易 區域服務 區域總部 是吧 他在亞洲 這個東南 尤其是東南亞這些國家 幾乎世界級的大公司 都把東南亞的總部設在新加坡 包括航空公司 包括銀行 包括電信 包括各式各樣的 這個零售商業 醫療都是這樣子 新加坡是靠區域總部經營的 可是當中國的經濟起來以後 這些總部 像肯德基 全世界有一半的肯德基 被上海人吃掉了 所以他當然是把肯德基的總部 他連世界總部都搬到上海去了 他不要說亞洲總部 所以當新加坡的亞洲總部都搬去上海 搬去北京以後 新加坡的經濟不就垮了嗎 對不對 二十多年前 李光耀就已經有這樣的 擔憂跟警覺 台灣沒有 因為台灣基本上 從來沒有變成一個區域總部 所以我們國際性的企業不多 國際性的企業全部走光了 也不會對台灣造成太大的影響 但是新加坡不行 新加坡不行 對不對 所以新加坡怎麼解這個問題呢 他從移民政策解 他怎麼決定移民政策 他不要移近老人 他要移近年輕人 高知識分子 有技能的 有錢的 所以基本上新加坡 在過去的二十年當中 從三百五十萬人口 變成現在是五百四十萬人口 一百九十萬人 不是新加坡人生出來的 多出來的一百九十萬 當然有生老病死了 但是多出來的一百九十萬 一百九十萬是什麼概念 是三百五十萬的一半 也就是中華民國現在兩千三百萬 我們可不可能在未來二十五年之內 增加一千一百五十萬人 這一千一百五十萬人 是外面移民進來的 然後我們只准許 女生長得漂亮 男生年輕 要嘛超過四十歲的 要有一億以上的資產 超過七十歲的不准進來 把這些人通通移到台灣來 那台灣將來不是後代 又長又聰明 爸爸聰明媽媽美麗啊 對不對 然後又很多有錢的人 把錢帶進來了 我們台灣社會 不就是變成一個快樂的天堂 聽起來像納粹 這不可行 但是這個概念是可以被接受的啊 我們為什麼不勇敢的開放移民 你去問我們的內政部移民署 你去問我們的這個政府單位說 我們為什麼不移民 有啊有啊 我們辦法都有啊 我做過一個研究 我們各種移民辦法都有 通通都允許 但是每年移民進來的人數 都是double digit 我們事實上是開了大門 小門不開 我們根本就反對移民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在內心深處的思想 說只要進來一個聰明的外國人 就會有一個傻瓜的台灣人失業 是不是這樣呢 你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把很多聰明的外國人引進來 是不是很多傻瓜的台灣人就失業了 大家不願意嘛 公務人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他認為這是不對的 可是各位知不知道全世界有多少國家 是去偷別的國家的精英人才來壯大自己的 最明顯的就是美國 美國在二戰之前 根本不是世界最強的國家 至少在理工科還不是 諾貝爾獎得主在1930年之前 1940年之前 最多的是德國人 不是美國人 美國是在二戰之後 他修了兩個法 有一個叫做退伍軍人法 那個是彼得杜拉克講的 那個我就不說了 他讓有社會工作經驗的人 再回到學校 challenge老師 到底教的東西有沒有用 那是他認為是美國社會創新 或者高等教育創新的一個重要的milestone 那個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話題 但是另外一個是 美國從1950、1960年代開始 就把他最優秀的理工科學的大學裡面 比如說這個 U.C. Berkeley MIT 或者是這個普林斯頓 這些學校 哥倫比亞這些學校 碩士班、博士班的獎學金 三分之二給外國人 甚至全部給外國學生 台灣有非常多的學生 像校長這個年代 大概都是 我們還算是比較晚 比我們大五歲十歲的 都是來來來來台大 去去去去去美國 電機系物理系一個班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去美國了 台灣所訓練出來的最好的學生都去美國了 到了美國以後 拿了全額獎學金 雖然是比較辛苦一點在那邊工作 在那邊讀書 讀書完了以後 立刻最好的公司 最大的公司到校園裡面來聘僱 聘僱以後 就不斷的升天 不斷的加薪 不斷的調職 買了房子 買了車子 生了孩子 就不會再離開美國了 為什麼美國的總統科學獎 西屋科學獎 老是那麼多華人得獎 華人真的比較聰明嗎 不是啦 是他的爸爸媽媽本來就是挑選出來的那個百分之一的人去的啊 他把華人尤其從台灣 一開始從台灣 後來從大陸 然後從印度 裡面最好的理工科學生都吸引到美國去啊 美國焉能不變世界第一強國 因為美國的競爭力提高了 使得那些笨笨的美國人也有工作了 因為把餅做大了嘛 這樣聽得懂嗎 我們今天每天擔心的是 進來一個比我們聰明的人 我們就有一個比較笨的人失業 這樣子是一個惡性循環 美國跟新加坡的做法 是一個良性循環 新加坡可以做到 現在有三分之一強的人口 是在過去25年移民進來的 他只移民三種人 就是最好的大學生 他把新加坡國立大學 南洋理工學院 辦到最好 請來最好的老師 給全額獎學金 給誰 給印度人 給中國人 給他鄰近國家的優秀分子 進來讀書 然後還沒有畢業 就給他們永久居留權 然後請大公司直接recruit 留在新加坡 第二個 他們進來一些技工 就是具有技能性的 那麼他也需要水電工啊 水泥工啊 他需要有很多其他有那種skill 就是 就是 well trained 有那些skill的 technician 第三個 就是有錢人 such as 草新城 這樣的人 對不對 這樣的人增加了 190萬人 新加坡 國家競爭力 到現在 在WEF 或者是 AM AMD 第一排名 永遠在前三名 他是密度是前三名 因為他的人才密度是世界第一 這樣聽懂了嗎 台灣如果關起門來 用自己的市場 自己的子弟 來經營台灣 不是成功之路 何況 我們優秀的子弟 還會離開 因為有一個字叫aggressive 大家都知道 aggressive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期待比較高 我想得到 我自己這盤 餐吃完了 我想 多吃點 吃點別人的東西 有侵略性 有沒有 就他一定要多得一些 他想比別人拿更高的配 他想做更大的事 這種叫aggressive 台灣現在是個anti-aggressiveness的社會 有人想多拿一份自助餐 會被亂棒打死 我們是一個反精英 反淘汰 反這個積極性 反侵略性的一個社會 這樣的社會 就是 所謂的小確信社會 小確信很好 我也經常的享受 我60 跟校長同年 60 今年算起來應該62歲 我們有的時候 帶著老伴 在這個秋天的這個下午 找一個咖啡廳坐在那邊 挺舒服的 是吧 他覺得生活人生很愉悅 但這適合60歲 不適合20歲 20歲的就是要aggressive 就是要打拼 小確信 有的時候你談戀愛 體會一下不錯 但不要搞錯了percentage 你的小確信生活 在你一天24小時的10% 在那90%都在小確信 你死了 你死了 你沒有希望 所以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就是要侵略 就是要積極 就是要競爭 隨著年齡這個比例 慢慢的調整 但是現在的台灣社會 是反 我們講好聽點 是我們希望讓大家都一樣 讓一些弱勢群體拿得多一些 我們要去救助那些人 但是我們的方法 不是提高地板 而是降低天花板 我們每天去打肥貓 我們每天去罵那些有錢人 反富 反這個精英 反這個某一些這個 這種做法只會讓這整個社會 在全球化的過程裡面 跟鄰近的國家比較 競爭力越來越低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是科技 我們等一下會稍微提一下科技 我特別用了一個字叫黑科技 黑科技 大陸叫 大陸有把科技分成叫做 軟科技 硬科技跟黑科技 軟科技就是 BAT 百度阿里 這個騰訊 就是軟科技 搞一些網路創新 服務創新 經營模式創新 這是叫軟科技 這個只要有一個大的平台市場 就是我做一個平台 服務平台 但是有大市場 所以這個是可以的 這個經濟規模 這是軟科技 所以年輕人到大陸去創業 搞一個創新模式 是可能成功的 因為它的市場 因為它的市場夠大 可以支持軟科技 硬科技是什麼 硬科技是發射一個火箭 發這個發明一顆新藥 把這個石墨烯做到可以儲存電廠的能量 是吧 核融核可以真正商業化 這就是硬科技 這不是一個人做得到的 這是多少人 經過多少年 多少發明 多少創新 多少分享 多少合作團隊 才做得到 還有黑科技 黑科技就講那個 人類根本想像不到 以前根本不可能會想到的 就是只有電影裡面會演的那種東西突然就出現了 那種叫黑科技 就是基本上這個不是可以想像的 好 第三個我們要注意的是 除了科技跟人口的因素以外 我們要注意到 世界的經濟地理 也在做軸線翻轉 我們很簡單的講 我相信已經有老師講過了 就是大陸怎麼看待一帶一路這個思想 對不對 等一下我花一點時間跟大家講一下 世界在未來的20年 經濟地理會有軸線翻轉的現象 過去我們是以美國為中心 左邊是太平洋 右邊是大西洋 然後有所謂的南北差異 北半球的人比較富 南半球人比較窮 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 這是過去50年 或者是上一個世紀 這個概念在21世紀會翻轉 在經濟地理上會翻轉 到底誰會變強誰會變弱 這個我們可以待會做一點討論 第四個是 我們會出現因為科技 因為經濟翻轉 因為人口分布不均 因為城市化 很多的成本提高 我們會出現所謂的新貧階級 有一些是你自找的喔 你要想想看喔 比如說我太太過去在台灣銀行工作 她從年輕我就跟她講 我說你反正在台灣銀行進去高考進去以後 你從辦事員開始做起 後來做到副科長 你這十年當中 你一個月領四萬塊錢的薪水 四萬五千塊錢的薪水 你在台北也是領四萬五 對不對 你在綠島也是領四萬五 對不對 你在南投水里鄉的台灣銀行 你也是領四萬五對不對 你的收入是一樣的 可是你的支出不一樣 對不對 房價佔百分之多少 房價在台灣 去掉你年輕時代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剩下的你做別的事情 可是如果我到高雄 我到雲嶺 我到南投 我的收入不變 我的房價變成我收入的十分之一的時候 我可以多做多少事情 我是不是可以增加休閒 我可以投資在小孩的教育 我是不是可以做理財 我是不是可以做別的事情 所以新貧階級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城市化 你反向思考一下 我們現在台灣有一種很特殊的現象就是我們的農業 出現了所謂的創新農業 各位注意到這個現象了嗎 就有很多在中南部地區啊 我們農業人口有一個斷層 就是我們現在只有老農跟年輕農人沒有中年農人 我們的老農大概都是就是他在民國五十年四十年的時候 他就從事農業到現在 現在年輕的也七十多歲 年老的可能八十多歲 還在做農業 然後他的小孩 因為城市化的關係都進入了工業跟商業 沒有從事農業 所以那些老農就繼續工作工作工作 等到他們的孫子回來 現在有很多的年輕人 在工商業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 覺得好無聊喔 水泥叢林 人口密集 沒什麼去 回去 接自己的老爸爸或者爺爺的房產 來種一些新的水果 來改良一些新的包裝 來搞一些農產加工 鳳梨酥啊 或者新的番茄啊 或者是用小型的植物工廠啊 然後搞一些有機蔬菜啊 無毒米啊 這些東西 這就很有趣了 對不對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的父親這一段的斷代 剛好是給了他一個機會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在新品階級裡面 需要可以自我調整 新品階級當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 這個問題不只出現在台灣 出現在大陸 出現在印度 出現在其他的國家 這是大家值得注意 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最大的問題 不再什麼全球暖化 其實全球暖化不是一個 一個major issue 至少不是一個instant 就是很快會出現的問題 什麼北極熊沒有地方住了 之類的 那當然有人問說北極熊為什麼不吃企鵝 對不對 這大家都知道 因為一個在北極一個在南極 吃不到 那麼基本上最大的問題 不是全球平均氣溫怎麼樣 而是我們出現了所謂的極端性氣候 極端性氣候就是說 熱到突破了兩百年的最高溫的紀錄 枯 旱災旱到兩百年最大的紀錄 下雨下了超過兩百年的紀錄 我們的城市建設 比如說台北市的地下水排水系統 當時日本人在設計的時候 就是用1980年到1999多少年 我們台北市平均下雨裡面 下的最高值 大概每秒68還是70毫米 作為基礎來建這個下水道 也就是說下最大雨的時候都可以排掉 這樣懂嗎 結果不曉得 後來很快就突破這個值了 所以當你的infrastructure建好的事 按照歷史紀錄 可是極端氣候出現了 頻頻破這個所謂的歷史紀錄 那怎麼辦 我們現在在環保裡面 有一個概念叫調適 為什麼我們今天主張 很多地方要留下土地 因為土地土壤可以吸水 各位知道台北市的關渡 關渡各位都知道嘛 為什麼那邊不蓋房子啊 因為它是台北市下雨的時候 用來吸收水最重要的地方 李鴻元教授曾經做過一個很特殊的論點 他說全台灣啊 這個水泥叢林密度最高的城市 也就是將來如果萬一下大雨下到那個城市 那個城市就整個會完蛋的城市啊 叫做台中市 好 Fortunately 目前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是如果哪一天發生呢 台中是一個沒有吸收 沒有水泥以外的土壤 足夠的土壤來吸收水分 那後來就很多人想出其他方法 那我可不可以挖很多小的地下水池 當我的水我這個下雨超過了某一個那個那個 限度以後我這些蓄水池可以先蓄水 其他的排水對不對 我蓄到一定程度以後等到水排完了雨停了 再把這些蓄水池的水再把它排出去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海綿城市 就像我們在城市地底下放了一些海綿有沒有 他需要吸水的時候他可以吸水 所以現在整個的科學 整個的經濟地理的治理概念 已經是完全不一樣 這個大家都需要有一些基本的知識 好 全世界當然會受科技很大的影響 各位沒有感受我們是感受最深的 1994年之前全世界沒有什麼World Wide Web Internet這個東西 There is no Internet 所謂Internet Network很早就有了 所謂Internet是Network Inter Network 就是把不同的網連在一起 這個大陸叫互聯網 往往相連叫做Internet 所以這個 Inter這個字大家都知道嗎 International 就是指的國家之間 Internet 就是指的Net跟Net之間 Internet出現 跟Internet的Browser的出現 25年之內的事情 到今天我們包括了這個智慧 我稍微休息 我把話講完 我們包括我們的智慧手機出現之後 我們隨處可以上網 處處可以做往往相連的事情 各位這個事情只出現了25年 它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 人類的生產能力 人類的文化習慣 人類的思想 超過過去一千年 人類的進步 未來會不會出現這樣的東西呢 Another Internet會不會出來呢 I think AI is going to change another One thousand years history 各位會看到未來的三十年 AI又會讓你前進了一千年 Are you ready? 我們等一下再說 休息一下 好不好 好 我們繼續 很快的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我們今天 雖然也是一個 這個我們叫做通識教育 那麼對大家來講都有幫助 但是我們其實主要是要講這個認識全球 所以我想我很快很簡單的講一下 在科技方面可能會影響全球的 這個未來的這個剛剛講的經濟地理的分佈 是有可能的 第一個就是人工智慧 各位知道人工智慧為什麼會在 人工智慧這個相關的學門 其實已經有七十年以上的歷史了 那麼他在我年輕的時候 我在讀書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一個熱門的東西 但是後來發現商業化的可能性非常低 為什麼呢 因為速度太慢 我們有一些決定必須要在一個短時間做出判斷 那當我們把所有統計機率 各種發生的可能性做出千變萬化的這個分析之後 我們發現按照當時的電腦算太慢了 即便用當時的超級電腦算 你怎麼可能說你現在到底要不要投資哪支股票 可是呢你三個禮拜以後才知道 所以他沒有商業價值對不對 所以在15年前20年前那個時候 如果你說你學人工智慧啊 大家會笑你 你是笑的 你是瘋子嗎 你學那幹什麼 沒有出息啊 為什麼現在人工智慧突然又變成一個熱門學科呢 因為在過去一段時間當中 我們隨著半導體技術的提升 我們隨著數學演算法的改變 我們隨著大數據的收集 我們現在電腦能夠處理 跟人工智慧相關的計算能力 大概是20年前的100萬倍 隨便能在時間上面它可行了 各位都知道最簡單的就是AlphaGo嘛對不對 下圍棋 AlphaGo大家都聽過吧 有沒有人沒聽過了 就是下圍棋的事情 就是谷歌弄了一個下圍棋的城市有沒有 那個下圍棋的城市在兩年多前 他挑戰韓國的棋王李士慈對不對 他那個時候挑戰他的時候 李士慈根本就說電腦怎麼可能下贏人嘛對不對 但是打了四盤吧 大概李士慈贏了一盤 電腦贏了三盤對不對 那那是第一次大家覺得 哇 人工智能已經超過人自己的智慧了 對 其實不是啦 是他人也會想很多東西 電腦也會想很多東西 可是當他速度快的時候 他能夠想的範圍就比你還要多 他的準確性就超過你 就這麼簡單 那聽懂嗎 就是因為電腦速度已經是幾百萬倍於歷史了 那未來這個部分在CPU 就是現在叫GPU 就是處理器還有在演算法 還有大數據的加持底下會繼續往下走 你知道AlphaGo第一代打贏了李士慈對不對 第二代就是在今年初他打贏了柯傑對不對 他打贏了柯傑 柯傑幾乎都是在盤中就棄子投降 柯傑是世界第一齊王 而且不到20歲 柯傑下完下書三盤以後 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說 他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AlphaGo的插頭拔掉 他是個怪物 他根本想不出會有那種招式 就是以世界第一齊王 那最厲害的是 跟李士慈下的時候 那時候 谷歌還要連接到後面的這個超級運算中心來運算 跟柯傑下的時候 已經只是一個盒子在現場算了 第三版更厲害 這個谷歌在今年六月的時候宣布 他出了一個叫AlphaGo Zero 就是這個電 這個人工智慧機器啊 他沒有跟人下過任何期 我們把這個演算法還有圍期規則輸入進去以後 他像周國通一樣 左手打右手 他自己跟自己下 自己學習自己的經驗 他沒有跟人對義過 他在72小時之後 他在72小時之後 就打贏了 原來打贏李士慈的內部AlphaGo 21天之後 他就打贏了柯傑的內部AlphaGo 他不需要人的經驗 他已經可以做到自我學習 然後上個月 這個Google在大陸的烏鎮世界互聯網中心 他又宣布了 他又要搞一套了 他說一年以後 他會出一個類似像AlphaGo導師 這樣的東西 他要去選一個十歲的小孩 當然要夠聰明 他可以在半年之內 把他教到他可以打贏柯傑 電腦可以教人 就像我們看武俠小說一樣 六十年功力 直接輸入到你身上 打通你的認度二賣 很難想像 但是Don't worry 這個是在一個理性遊戲 有一定的規則 有無限的變化可能性 但是他還是有一些統計跟幾率 存在的規則的情況底下 只是計算非常非常的龐大跟複雜的情況底下 現在電腦已經做得到了 可是加進其他一些非理性的東西進去以後呢 比如說繪畫音樂創作 對不對就不一定了 你說電腦不是會寫論文嗎 對的 電腦會寫論文 因為論文是理性的東西 MIT在好幾年前 就曾經用人工智慧 讓電腦去讀幾百篇的SCI的論文 然後讀完以後 給他幾個keywords 那個電腦就自己寫出一篇論文 然後在不告知的情況底下 拿去投SCI的期刊 結果被登出來了 根本是電腦自己寫的 就是說這種是屬於理性的東西 他做得到 所以哪一些工作很快會被取代呢 靠經驗靠理性 靠機率 律師 會計師 投資操作 證券分析師 還有什麼 很多呀 老師 很多工作 只要他是一種比較複雜的 靠經驗累積的 有規則的 routine型的 都會被取代 可是有一些不會 所以我們現在要能夠做的事情是 我們要有不斷的能夠突破思想 沒有完全按照規則來思想的能力 我們才可以用理性思考的AI來當作我的軍師 可是由我來下判斷 判斷力有的時候不完全是來自於統計或者數學 它是來自於某一種特殊的經驗的靈感 不管做什麼事情都一樣 也不用擔心 AI應該是沒有辦法替代你去談戀愛 因為那個東西不是理性的 基本上 這是我們講的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跟大數據有很大的關係 對不對 大家知道數據科學 我就不想講 我講一下人工智慧的其他的應用 中國大陸 各位知道人工智慧有幾個領域 現在是比較成熟的 一個領域是那個辨識 就是影像辨識 人臉辨識 有沒有 我們現在出國好像放個護照 他照一照就讓你過去 認為這個很厲害對不對 這個是幼稚圓級的啦 人臉辨識現在做到什麼程度呢 中國大陸他已經做到就是說 他把所有全國的通緝犯 或者是說政治異議分子的那個影像 全部都建黨儲存好 然後他就做了一個演習 這個演習就是說 有一個演習官 就進去把某一個重要通緝犯的照片 換成他的照片 然後他就跑到這個 比如說廣州火車站百貨公司去逛 15分鐘以後公安就把他逮走了 就是所有的街頭重要場所的錄像 進來的所有的影像 全部經過電腦在不斷的辨識 這個人是不是我資料裡面在找的那個時候 最想要的人 他們做的這個演習真的是可以抓到 你只要你的照片在裡面 你在路上逛15分鐘就被逮了 就是說他的影像辨識已經能夠做到這麼厲害了 這個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那另外一個人工智慧常常用到的領域是那個自動駕駛汽車 有沒有 現在講無人駕駛 無人駕駛這個話其實是不太準確的 因為他是可以駕駛的 他只是可以替代你駕駛 就是說 你有的時候不太想駕駛的你就讓他駕駛 對不對 所以他是可以是一個選配 因為如果人永遠都不駕駛以後萬一出了一些什麼問題的話 這個人的駕駛能力不存在也是一個很大的危機嘛 所以我們只是讓他變成一個選配 所以可能20年之後所有的汽車都有自動駕駛的選配 可是問題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美國加州已經允許了大概有10家公司 他們的無人駕駛汽車已經在美國加州的路上在走 那麼像特斯拉啦 像Google啦 像這些還有中國的百度啊 他們可能各有10輛20輛車 24小時在路上走 然後自動駕駛 他會看四周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他會看紅綠燈 在晴天雨天下雨天 那麼在不同的路況底下 他可以做正確的駕駛判斷 可是你覺得這個系統成熟以後 他拿到中國大陸去開會不會撞死人啊 肯定撞死人 因為美國的你旁邊的汽車駕駛人的駕駛的方法 跟中國大陸你旁邊汽車駕駛人的駕駛方法不太一樣 中國大陸有一些女司機很可怕的 是吧 而行人也不遵守交通規則啊 所以你在某一個有限數據環境底下所做出來的一個智慧系統 拿到另外一種規則數據的環境裡面根本不適用 這樣聽懂嗎 所以百度很聰明 百度各位知道嗎 為什麼會有BAT各位知道嗎 BAT就是蝙蝠嗎 中國大陸就是百度阿里騰訊BAT 騰訊的名字尤其很好笑 叫Tencent就是十分錢一毛錢的意思 我們網路上有五毛它只有一毛 就是Tencent就是百度阿里騰訊這三家 這三家其實是怎麼跑出來的 就是過去15年中國大陸把市場一關 Google進不來就出現了百度 Facebook進不來就出現了騰訊微信 然後這個Amazon進不來就出現了阿里 就是它有一個夠大的市場去養跟世界上其他市場一樣 一模一樣的東西 就是一個克隆 就是一個克隆 當然後來他們有更多的創新投資 因為賺了錢了嘛 就可以找很多人才做很多的R&D 有很多新的創新超越了本尊 超越了本尊 那麼其中百度它就是Google Google一開始搞什麼 搞搜索引擎 後來搞什麼 搞地圖 後來搞導覽 後來搞人工智慧 後來搞汽車 百度完全走一樣的路 所以百度現在是在中國大陸裡面做無人駕駛車 已經投資了數百億的人民幣 是技術最成熟的 但是百度終究它不是自己做汽車嘛對不對 那它有兩條路 一條路就是我做汽車 另外一個就是我做汽車的導航服務 不是導航服務 自動駕駛服務 所以百度很聰明 百度在今年的上海汽車展 上海汽車展是中國大陸最大的汽車展 它之所以有名 是因為以前大家都是喜歡去看車模 上海車模是很漂亮的 後來有一段時間 這個說腐化社會人心 就禁止車模 那車模不還上街抗議 還裝成乞丐說他們要 那個反正故事就不講 現在據說車模沒什麼好看 因為穿著都很朴素 而且衣料都相當多 就說沒什麼好看 大家去看汽車 百度在今年五月份上海汽車展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宣布 他就找了一個會議室 把所有的車廠的代表找來 百度的CTO去宣布說 我百度已經投資在人工自動駕駛這個技術 我現在宣布我把它變成open source 各位拿去用不要錢 神經病啊 投資了幾百億 為什麼拿去用不要錢 馬上就有四家車廠說 喔 那我們自己發展還要花一百億 那我就用你的啊 對不對 拿去用以後路上就 就2020年以後路上就很多百度的車在跑 他要collect data 他要知道中國大陸在晴天雨天白天 東北人開車四川人開車廣東人開車 男駕駛女駕駛 然後這個高速公路塞車的時候 會出現什麼樣的路況 應該做什麼樣的反應 當百度collect all these data 任何一個汽車公司 不管德國的日本的什麼汽車公司 要進大陸都要跟百度買這些資料來學習 對不對 這樣聽懂了嗎 所以百度就變成一個自動駕駛系統 學習進入中國大陸不同狀況裡面的資料提供者 或者是一個統一平台 你只要上我百度平台就可以 他變成一個platform provider 他不需要自己去做汽車 所以data somewhat有的時候 比那個人工智慧系統還要重要 但是這個前提是那個市場要夠大 台灣如果有人來收集這些事情 會不會有人買呢 不多 會有人買 但是付出的代價不高 就剛剛講那個廣告公司的案例是一樣的 台灣需不需要有自己的data呢 當然需要啦 世界其他國家沒有摩托車啊 對不對 你如果拿美國或者大陸的那個 自動駕駛系統來台灣肯定撞車 我剛剛第一個撞的就是摩托車 是不是啊 因為他們有deep learning 他們有深度學習 但他們學習裡面沒有這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不存在 所以各地都有各地的交通 那種叫什麼 這個叫做潛規則 對不對 這些潛規則全部要靠data的collect data的collect 好這就是我們講到的 那另外一個人工智能很大的應用是在 醫學 醫學我只講兩個例子給各位聽也很有趣 一個是基因 我們現在對基因的了解 越來越開始在解密 基因解密對不對 基因有幾個對我們將來有很大的幫助 比如說你現在減肥老是沒有效對不對 你知道減肥要跟基因有關 不同基因的人 你身上的新陳代謝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應該要吃不同的藥用不同的方法去減肥啊 感冒都需要吃不同的藥 因為跟基因有關 什麼哪一個基因的某一些現象 跟另外一個基因的某一些現象 三個基因的某一些現象 同時出現的時候 就代表你某一個病 比如說胰臟癌 有可能會出現 所以我們對基因的解析跟了解 是透過大量的數據 還有做人工的這個智能學習 使得醫師的判斷會越來越精準 所以叫精準醫學 然後個人醫學 每一個人要給的處方跟治療方法 會有所不同 根據你的基因 這個我們還在幼稚園階段 我們不知道的領域還非常的多 所以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是 各位有沒有聽過有一種醫療的機器手臂 叫做達文錫 或者叫達文錫 達文錫它是一個非常精準的兩支手臂 比如說我們有的時候要做那個 那個腹槍 就是我們現在的開刀已經不需要 開一個大口子然後拉開來 有很多只需要兩根或三根進去 然後對準了切除一個腫瘤 或者切除某一塊組織片 然後讓它排泄出來 就結束了 就拉出來對不對 再準的 這個我聽這個台北醫學大學 一個院長告訴我說 他們用達文錫已經開了四千個手術了 那麼平常這個厲害的醫生呢 不過民醫啊我坦白跟各位講 民醫是怎麼來了各位知道嗎 醫學都是try and error 就基本知識知道了 但是還是要不斷 要十年二十年以後才會越來越厲害嘛對不對 民醫都是建築在醫死很多人的基礎底下 才會變成民醫的嘛 對不對 一定是很多失敗的才會變成 才會變成民醫嘛 很有趣啊醫學 那anyway就是說 民醫再厲害 他進去切除一個腫瘤出來 他過程當中 他手還是會有稍許的抖動 他會破壞掉在過程裡面的一些組織 對不對 所以呢 你還是要住院幾天 然後等到這些組織恢復了 你就可以出院 對不對 他說平均大概他們做一個 這樣的一個摘除手術啊 大概要做個三到五天 現在的達文錫啊 進去切除啊 隔天就可以出院 如果各位上Google上面去查 達文錫 他在YouTube上面查 他會出現一個影片 第一個影片是兩個影片 第一個影片是達文錫 就是兩個細如那個牙籤一樣的手臂 他可以切割 剝開一個葡萄 然後葡萄的肉 完全不會受到損害 這個不厲害 第二個影片是 他可以把那些葡萄皮啊 再縫回去 葡萄又變成原來的葡萄 就是說他已經精準到這種程度 當然是有影像 有這個機械 有很多醫學的綜合學 學門放在裡面 那這個都是我們在 我講的醫學 我是講一些題外話給各位聽 各位都知道我們現在台灣 也要發展新藥嘛 對不對 各位知道這個藥很重要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疾病 到今天我們都還是造成高的死亡 聯合國衛生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 他把三個病定義為 21世紀人類的最大的疾病 三種疾病 第一名是癌症 大家都知道 癌症的問題是 他在不同的器官部位 他的治療 或者是他出現的一些病灶 都不太一致 所以我們各種癌症 我們需要有不同的藥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各位猜猜看 我先講第三個 第三個很容易猜 就是艾滋病 那麼是會造成很多人 因為他會垂直感染 也會水平感染 那麼第二種 大家都不會想到 那麼世界衛生組織認定 21世紀的三大疾病裡面的 第二個病叫做憂鬱症 犯憂鬱症 就是有點焦慮啊 有點精神觀能症啊 有強迫症啊 強迫症各位知道嗎 就是會一直洗手啊 一定要把東西擺得很整齊啊 有沒有 鈔票一定要每一面都向上啊 每一面都向上不稀奇啊 新的舊的要按照要排 我還看過有一個 他的強迫症是 他要按照那個鈔票的號碼排 就是說有各式各樣的疾病 比如說 會幻想幻聽別人要殺他 就是有這個被破壞妄想症 對不對 為什麼有些人會殺了自己的母親 是因為他認為 惡魔已經佔據了他母親的靈魂 他母親正在很痛苦的受苦 所以他決定要幫他母親解除他的這個痛苦 所以殺了他的母親 這在實際很多案例裡面都出現這樣的事情 那我現在講的意思就是說 這種精神觀能或者是說這種憂鬱症 我們一般人對他的了解還是太少 我們如果身邊其實有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潛在的基因 你如果碰到了千萬不要只是說 哎呀想開一點啊 你要傾聽要關懷要協助 最重要的要吃藥 因為有很多是因為他的腦內分泌 有部分的過多或過少的問題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是可以被控制的 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被控制的 但是這種疾病的人通常他不會承認自己 如果有人告訴你說他有憂鬱症 他百分之九十他是沒有憂鬱症 百分之九十有憂鬱症的人 你說你有憂鬱症他說我沒有憂鬱症 有大部分有這個我不是醫師我不敢這樣講 但是我家裡有兩個所以案例說我大概知道 他們是拒絕吃藥拒絕看醫生 所以他需要親人好朋友幫助 大家要特別留意這個事情 好那我們說我們發明新藥 發明新藥怎麼做呢 第一個我們要知道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疾病 對不對我們要知道這個醫理 要知道這個疾病是什麼原因 那我們為了要讓這個原因不發生 我們有一種是把他這個 就是直接殺掉 另外一種是把他的朋友殺掉 他需要的養分他需要的幫助 他需要的環境破壞掉對不對 那總之我們需要有這樣的根據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我們根據這個 我們就要找出一些可以做到 剛剛能夠做的那些事情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就要開始來做藥 做完藥以後呢就拿去發給大家吃嗎 不是對不對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藥有沒有副作用 你不知道這個藥會不會造成其他的這個疾病 所以呢我們就先抓一些動物來實驗 你以為動物實驗很簡單嗎 不簡單 動物實驗有兩個前提 第一個前提是 這個動物必須要出現跟你一樣的病 比如說艾滋病 我們都知道是從非洲的猴子 一種綠猴身上得到 你抓狗來治艾滋病 狗它沒有艾滋病 你怎麼實驗呢 沒有辦法實驗艾滋病的藥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各種疾病 先要找到一種動物 它是會患一樣跟人類一樣疾病的這種動物 然後我們為了要證明這個藥有效 我們就要做實驗了 實驗我就是有一個實驗組 比如說50隻是實驗組 50隻是這個對照組 實驗組就是吃藥 對照組就是不吃藥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看哪一邊死的比較多 哪一邊治療的比較好 從統計上面知道這個藥人的效果 對不對 那可是這100隻必須要是同一種 有大狗有小狗那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要大量的去繁殖 基本上它的基礎是一樣的這種動物 然後來不管是成功的失敗 最後都要讓它自然就是 非自然死亡 所以其實動物實驗是很殘忍的 但是動物實驗完了以後就要開始做人體試驗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台灣的生物醫藥 然後開始有些人就說我現在做人體試驗 人體試驗也不能一開始就 就是我們分成一期二期三期 這很簡單 一期就是先找10個人來實驗 萬一死了就死了10個人 第二期就找100個人來實驗 第一期通過了 第二期就找100個 第三期就找1萬個人 然後1萬個人都OK了都證明有效了 那就給大家來吃 類似這樣的概念 就是從小試驗中試驗大試驗 這就叫1期2期3期 可是每一個實驗 剛剛記得嗎 都要有實驗組跟對照組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有親人到某一個得到某一種疾病了 醫生問你說你要按照傳統的醫療方法呢 還是我們現在有新藥 你要不要來做實驗 你要不要來吃吃看新藥 你也不必太高興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一半的人會吃藥 另外一半的人吃到的是假藥 就是我們必須要做統計比較 所以我們只能給50%的人吃這個發明的新藥 另外50%的人吃長得跟這個藥一模一樣的安慰劑 裡面沒有任何其他的成分 這樣聽得懂嗎 這樣才能夠比較嘛 對不對 才知道說哪一邊的治癒率高 在統計上證明這是可以治療的藥 可是病人知不知道不知道 醫生知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醫生如果知道 他會做不同的處置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為了讓統計上面正確 醫生護士都不知道 你吃的是真藥假藥 只有那個發藥的人知道 發藥只有一個人 然後經過實驗一段時間以後 有一些人死亡了 有些人活了 有些人改善了 有些人惡化了 都出來了以後 六個月七個月以後 再開始揭曉 所以為什麼我們有所謂的雙盲 對不對 就是說我現在要揭曉雙盲實驗 什麼叫雙盲 病人是盲的 醫生也是盲的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你吃的是真藥假藥 但是為了人類的健康 我們要很殘忍的做這樣的事情 這些給大家多學習一下 好 最後一個我們來講一下這個能源 能源是這個世界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剛才我下課的時候 還有同學來跟我討論 有關核能的問題 核能的問題現在 不是一個適當的討論時機 要不然會打起來 那麼這個 不過也越來越多人支持 支持的原因是我們最近這個空氣污染實在太嚴重 那我沒有意願或者沒有任何想法想要在這堂課裡面講這個事情 我只是告訴各位說 我們要發展核能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要發展能源科技最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能夠找到一種終極能源 這個終極能源就是說 人類在未來的幾千年幾萬年 我們都不需要為了能源去煩惱 對不對 最好是這個能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決的 對不對 石油曾經被用了上百年 那麼會繼續再用四十年五十年 對不對 但是石油的儲存量是有限 四十年前我們說石油只剩下四十年的存量 現在我們說石油還剩下四十年的存量 那為什麼會跑出這種事情 因為又發現了更多的新的石油 那是因為探勘技術 但是終究它會結束 它會結束 所以大家現在提倡用電動汽車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電動汽車跟電動機車 都不是節能減碳的交通工具 請問電哪裡來的 電動機車要靠電 電怎麼來的 如果電還是燒煤來的 那可能比汽油車更糟糕 對不對 所以電動機車主要它是一個替代能源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可不可以少依賴石油 我們因為電的開發可以來自於很多種不同的可能性 有水力啊有風能啊有太陽能 那我可以讓石油枯竭的時間拉長一點 我們為什麼要把它拉長 因為我們希望在四十年五十年之內 能夠找到一種終極能源 就是不需要什麼成本 在各地很普遍的可以被找到 然後取之不盡用之不決 那這些終極能源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 有一些被盼望但是還沒有出現 太陽能不是終極能源 這個風能也不是終極能源 原因是它是一個不穩定能源 就是說有的時候有風有的時候有太陽 但是我們用電是二十四小時都要用 所以當我要用電的時候它沒有風 那怎麼辦 當我不要用電的時候它風跑出來了 可是電的儲存到今天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的電池 我們現在不是碰到最大的問題就是電池沒電嗎 對不對 同樣的道理 電廠也會有這個電池的問題 這電廠的電池是什麼 它發出來的電 創的電要能夠儲存 現在大量儲存的技術不存在 不存在 就世界上能夠商業化大量儲存電廠那樣的電的技術 並不存在 所以在不需要電的時候所發出來的電就浪費掉 當需要電的時候它不發電的時候 你就要完蛋你就要跳電了 所以風能跟太陽能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辦法解決這個不穩定的問題 所以各國的綠能的比例都能夠只能維持到某一個程度 好 那什麼東西可能是終極能源呢 就當大量儲能的技術出現了 而且商業化成本很低的時候 那不穩定能源就可以變成終極能源 還有一些其他可能性 比如說我們講說核融合 核融合不會產生輻射 它是如果你在物理學上面去講的話 就是說它是兩個害吧 撞在一起然後這個會跑出兩個宗子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會釋放出一些能量 那現在核融合在實驗室在高溫 極高溫底下可以偶爾出現 但是沒辦法商品化 所以可能還需要30年50年不知道 突然會變成一種商品化 所以能源科技沒有那麼簡單 它除了要能夠創造能源 它還要儲存能源 另外一個就是節省能源 我們買變瓶空調有沒有 變瓶空調什麼意思啊 就當風在吹的時候 這個你的室內溫度高於你所要設定的溫度的時候 冷氣就會啟動對不對 啟動的時候馬達才啟動 那麼當你的溫度大達一定程度的時候 馬達就會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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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那個轉速就會減弱 那麼會快會慢會快會慢 這個就是變瓶 這不就節省電了嗎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工廠 所有的家庭冷凍空調變瓶馬達 然後燈變成LED燈 或者更節省的燈 這些都是節電對不對 節電也很重要 所以這三種科技啊都是未來影響世界 但是這三種科技都是一些比較先進的國家領先的 誰手上有科技誰就可以有比較大的發展 好 那麼我們最後來講一下這個幾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前面有幾個大使應該都跟各位提過這些名詞 什麼叫WTO世界貿易組織對不對 我們中華民國是在什麼時候加入WTO 我們不是用中華民國的名字啦 我們是用台灣還有這個台澎金馬這個 我們加入是在2002年的1月1號 中國大陸是在2001年的12月30號加入 我們是在同一批被核准 但是在不同他是刻意在不同年代加入 WTO我們跟中國加入之前 我們要跟各國談判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這個關稅減讓 但是當我們加入了WTO之後 中國大陸加入WTO之後 才發現上當了 因為裡面沒有進步 這16年來WTO沒有什麼進展 為什麼沒有進展 卡在哪裡 卡在服務業的開放 卡在農產品的開放 工業已經沒有什麼問題了 關稅工業品的關稅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 卡在各國都要保護自己的服務業 比如說美國的律師可不可以在台灣當律師 美國的教授可不可以在台灣當教授 美國的醫師可不可以在台灣職業 答案都是No 服務業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農產品 WTO到現在的多哈回合談判 就是卡在印度這些國家 對農產品的開放不願意 不同意 同樣的道理 我們說那我們不走WTO多邊 我們去做FTA 我們台灣現在除了跟 那個什麼瓜地馬拉那些國家以外 我們只有跟新加坡跟這個 紐西蘭簽了FTA對不對 類FTA啦 不是真正FTA 但是這個FTA我們如果要去參加 或者我們要去參加這個所謂的CPTPP 有了老師講過了吧 TPP就是叫做泛太平洋夥伴關係 有沒有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那為什麼加了一個CP呢 就是美國不是不幹了嗎 這個TPP是一個很有趣的 我今天就沒有讓大家提問 因為下個禮拜我還會來 所以下個禮拜各位可以提問 我們還有十分鐘的時間 TPP是什麼東西呢 大家都聽過 TPP TPP指的是一種多邊的 就是十幾個國家參加了一個高水平的 也就是對服務業農產品還有工業產品 大量的相互開放 最早是有幾個小國 秘魯啊智利啊這個新加坡啊馬來西亞 越南這幾個小國 因為有的在太平洋左岸有的太平洋右岸 所以就叫犯太平洋組織 後來在歐巴馬時代 美國又跑進來了 歐巴馬或者克林頓時代 美國跑進來 就叫雀巢糾戰 就是大老鷹看到一個 欸這個潮不錯呀 可以來玩玩 因為中國大陸那時候在搞那個什麼 什麼東協加6加1啊什麼 那美國也想搞一個重回亞洲策略啊 所以他就搞了一個 他就看到幾個小朋友在玩一個遊戲 這大人就跑進來說 欸來跟我一起玩 那大家都歡迎嘛 因為美國是個大國 美國就變成Dominate整個TPP 對不對 美國一個人玩覺得很無趣啊 叫日本進來 日本在美國拿槍桿子底下 逼著他進來 三年前 日本被美國人逼進來 而他是真的被逼進來 因為他不想開放他的農產品跟服務業 但是他被逼進去 逼進來以後呢 美國又跑了 對不對 現在老大變成日本了 這個很好笑的事情 美國跑了以後呢 加拿大也不想玩了 日本說不行啊 那你們都不管啊 那我們還玩什麼 對不對 剩下幾個都是很小的國家 對不對 本來美國在TPP的時候呢 日本被逼進去以後 韓國就馬上舉手說我也要參加 中國大陸說我考慮考慮要不要參加 台灣很早就去掛號 但是人家沒讓我們掛 就說啊那你先旁邊站了 那有機會再讓你再考慮你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就一直說我們要參加TPP參加 其實人家從來沒有把我們放在list裡面 只是就是先在旁邊站了 有機會再叫你 那麼這個TPP從美國離開以後 現在日本呢 他們就把它改個名字 不能再叫TPP了 就叫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就是更完整的更激進的TPP 就跟那個沒有什麼意義啊 C跟P這兩字沒有任何意義 Anyway就是TPP without USA 就叫CPTPP 好不好 那我們台灣也說我們要參加 參加幹啥呀 你要進去做什麼呀 沒有美國了 剩日本 剩日本我們跟日本的貿易各位知道嗎 日本一直是對台灣 是台灣最大的入鈔國 就是日本賣給台灣的東西 50年來都多於台灣賣給日本的東西 是我們最大的入鈔國 我們本來就跟日本買很多東西 我們不需要再跟日本買更多東西 那我們簽了約以後 日本也不會跟我們買東西 可是有其他國家有問題 比如說越南 我們簽了以後 越南的稻米跟茶葉咖啡 台灣就要讓它進口 是不是啊 所以基本上 我們想跟美國簽FTA也好 我們想跟任何一個國家去簽 經濟合眾聯盟的合約 最大的問題就是卡在農產品的開放 跟服務業的開放 工業根本不是問題 貨品貿易降稅完全不是問題 當初美國在主導TPP的時候 就是希望各國都讓它的農產品進去 讓它的服務業進去 TPP一共有三十幾張厚厚一大本 協議 裡面只有幾頁講到降稅 其他全部都講到一大堆的規則 要按照大家都一樣 按照美國為主為準的東西一樣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碰到的問題就是說 你到底要不要去玩世界貿易的遊戲 你不玩 就沒有人會在台灣 為什麼呢 如果我現在這個 我寫了RCEP有沒有 就RCEP就是指的 東協有六個國家 跟東協十個國家 東協哪十個國家知道嗎 越南、泰國、遼國、緬甸、柬埔寨、馬來西亞、文來、新加坡、菲律賓、印尼 十個國家 這十個國家 以前我們都不太瞧得起人家 除了新加坡 我們還說新加坡是彼屎大 所以我們不太瞧得起這十個國家 這十個國家在三十年前呢 就想說我們十個小朋友就自己組織一個 這個少幫隊 對不對 一開始大家也沒人理他 後來他發現說 欸 世界 大家都需要勞動力 都需要市場 開始買一些基本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十個人聯合起來 去跟日本 去跟歐盟 去跟中國 去跟印度 去跟澳大利亞 簽FTA 十個跟一個簽 十個跟一個簽 每一個都簽成了 所以後來 這十個國家就主張 有六個給我們簽的 日本、韓國、中國、印度、紐西蘭、澳大利亞 這六個國家 跟我們這十個國家 一共有十六個國家 本來是十六個十加一 本來是六個十加一 那我們可以變成十加六 這樣聽得懂嗎 就是他們之間也要相互簽 中日、中韓、中日韓、中紐、中澳、澳、澳、韓、澳、日都要簽 那就搞成一個十六國的 就類似像歐盟 就是這個概念 但是 它的要求比TPP低 就是不管服務業準入 或者是農產品的放寬 或者是這個減稅 都水平比較低 門檻比較低 其實台灣最應該參加的是RCEP 我們今天終於說要南向了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李國鼎先生說過一句話 台商西進南進都不如上進 南向其實現在對台灣來講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雖然我知道有幾個大使很主張 但是從產業升級來講 我們剛剛前幾頁告訴各位 世界上發展主要技術的那些地方 都不在南向的國家 我們如果要進入南向 我們就一直在做一些比較low end 比較低端的 比較低產品的 比較傳統性的商品 不管是在他那裡生產 或者在我們這裡生產 重新設計 所以就讓我們整個產業的發展 持續的走向那種低成本低價格的產業結構 我們到底應該要東向就是向美國去 鴻海不是要去美國嗎對不對 到底應該東向西向還是南向 那樣其實涉及到我們未來的在世界的經濟定位 我最後要講一個例子是講這個小國 我們要認清台灣是小國 至少我們在經濟上面是一個小國 我們現在在全球的GDP大概排在23 24左右 我們曾經是16 17了 那但是別人變大了 我們沒有變小但別人變大 好 可是如果我們再不努力 我們很快就會變成全球200個國家裡面的後段班 後段班 就剛剛大學都已經秀出來 馬來西亞都超過了 都快要超過台灣了 那麼菲律賓有一億人口 這是它很大的優勢 印尼有兩億四千萬的人口 它可以利用市場來交換產業 交換技術 交換外交 台灣只有兩千三百萬 小國怎麼辦 小國沒有辦法自己關起門 我們要學誰 我們不要學美國 我們要學誰 我們不要學日本 我們不要學中國 我是講模式 發展模式 不是說不要跟他們學東西 技術跟他們學 市場賣給他們 但是我們要國家 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模式 我們要學的是瑞士 我們要學的是荷蘭 有人曾經在Internet上面 或者在TPP上面比較說 荷蘭的社會福利跟荷蘭的經濟指數 台灣的社會福利跟台灣的經濟指數 每一項都輸 荷蘭的人口跟我們差不多 土地面積跟我們差不多 但是我們所有的指標都輸 所以那篇文章的結論就說 鄭成功當初為什麼要把荷蘭人趕走 要不然我們今天也是荷蘭人 開玩笑 就是說這個 我們真的是要跟他們去學習 但是你知道瑞士 一個小國 一千萬人口而已 瑞士不是只有鐘錶 瑞士不是只有餐飲 瑞士真的有硬科技工業 瑞士的ABB是世界上精密機械 整場輸出的大公司 瑞士的雀巢 是世界上第二大的飲料集團 雀巢集團 瑞士全世界有六大藥廠 有兩家在瑞士 一個是諾華 一個是羅氏藥廠 瑞士的生物科技 全球前五大這兩家公司 全球前五大 它集中在幾個產業發展 瑞士現在對不起 它已經不做洗錢這個行業了 現在洗錢到哪去洗呢 現在到新加坡去了 新加坡現在洗錢搞得蠻大的 所以我們要學習瑞士 要學習荷蘭 各位如果有機會 我會建議各位到歐洲去看看 那麼一方面可以去看看那些小國 文化還有他們的一些人的素質 是非常值得的 美國沒什麼好看 美國是大老粗 坦白講 所以他有一些其他的軍事強權 來維護他的經濟 那我們今天如果先講到這裡 有幾個題目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必須告訴各位 我是被要求出這個題目 但是其實這幾個題目 我沒有 我唸一遍 我不認為有答案 我沒有標準答案 各位可以各自發揮 台灣經濟發展應該學習的對象是誰 以下何者不適合台灣經濟發展 積極引進外資 與中國大陸合作 引進外國人才 爭取加入RCEP 以下皆可列入考慮 經濟全球化可能會帶來的結果 品牌大折 恒大 中國興起 日本出現加拉巴哥現象 中國必須與大國 小國必須與大國結盟 以上皆是 什麼叫做加拉巴哥 各位可以Google一下查一下 就是達爾文當初做演化論的時候 就是在加拉巴哥島做的 加拉巴哥指的是一個可以自己自足的島 一千年兩千年三千年都沒有跟外面接觸 因為他距離別的地方陸地很遠 結果他最落後 日本已經開始反省自己是不是一個經濟的加拉巴哥 這個台灣更是一個小加拉巴哥 我們正朝向小加拉巴哥的模型在走 那麼這個各位可以多看一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